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正午好 今天呢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 周末,我们今天聊天 今天的聊天主要以吹牛逼为主,因为是 跟大家交流思想的,当然里边 后面会讲一下基本的操作技能 标题叫必争链战中的我们 这个币就是货币的币 它既可以代表我们传统的法币 也可以用来讲 央行数字货币,更可以用来说 加密货币,链呢就是区块链的链 这个啊,主要是谈谈我自己 对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理解 从这个08年 中文聪推出比特币白皮书 标题叫做点对点的现金支付系统 一种点对点的现金支付系统 请注意它开头讲的不是币 而是讲的一个点对点的现金支付系统 啊,那个 比特币的白皮书呢 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也能看懂 只是很多人没有看啊 你要看中文版啊 它里边包含着一定的数学原理啊 这个你可以略过 你要知道它是加密算法产生的啊 加密算法产生的最核心是叫点对点支付系统 这么几个字 在中本聪之前呢 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啊 或者说是计算机专家啊 都试图用密码学来创造一个新的货币 来代替目前啊 大家正在使用的法定货币 八年的时候 我们现实中啊 我们中国人啊 已经很方便的 当时啊 支付宝和微信还没有问世啊 但是好像拍宝已经有了啊 那个叫移动支付啊 移动支付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转账啊 结算这些工作了 但是移动支付呢 它没有改变支付系统 它只是把传统银行的信息通过手机 通过互联网来进行传递啊 它背后还是传统的金融系统 传统的金融系统是以银行为中心的啊 它的货币由国家啊 由央行发行 货币的流通是在银行的账本之间进行啊 我们要说区块链 它是个分布式账本 也叫去中心技术 为什么总是要强调去中心呢 因为在传统的金融世界是有一个中心的啊 是以央行为中心 它的账本也不是分布式的啊 账本是像一个树一样啊 一个主干不断的分叉分叉分叉啊 每个国家以自己的央行为核心 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系统啊 央行啊 底下是商业银行 从事存款贷款支付结算啊 这形成一个网络 这网络的背后呢 都是各种信息啊 我们说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 没有计算机的时代 很早就有银行啊 我们不说外国 说我们中国 这宋朝 就开始出现了 不但出现了纸币啊 在成都的交子啊 而且就有钱庄票号啊 钱庄票号之间发生流通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职业叫做标局啊 标局啊 铁字旁一个票的 现在的标局就是 下午你偶尔路过一些银行的时候 然后会发现那个压款车 古代他也是干这活的啊 知道吗 那个 标局就是一个典型的叫做支付系统的保护商 保护者 比如说山西商人跟福建商人啊 他发生了交易啊 他们不是把各自的经营进行传递啊 只是押一张银票啊 这个银票写着 山西什么大德唱片号写着啊 银票继付银五十两啊 好了 拿到这福建这边福建那一开啊 建票继付啊 这个呢 在现代金融里面的国际金融里面啊 我们说这个现代是在区块链之前 还不算现代 就过去了 对区块链是过去了 他叫汇票啊 金融国际外贸 学外贸都知道 汇票就是一个支付指令啊 建票继付多少多少钱啊 是吧 就是他 然后他在他的账上就把 这个化掉啊 把那边把账化掉 这边把账上加上啊 这叫记账 而且这是单式记账 一直到了大概两三百年前 有个名词叫富士记账 那学会计的人都懂这个词啊 叫富士记账 有人啊 你买了一个电脑 你银行卡上要减去六千块钱 但你的资产里面加上六千块钱的电脑 啊 这叫 资产负债啊 有 就是 相等的啊 叫富士记账 那么到了区块链时代 就叫去中心的记账 去了中心记账之后 就是不要这个中心了 通过去中心的技术 啊 去中心的技术 为什么要取代传统呢 因为他更可靠 不可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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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的货币用什么 用这种啊 2100万个 2100万个 一个方 周蒙聪列了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的解值有2100万个 没有重复的 没有多余的可数 就是啊 比特币为什么产生之后啊 然后呢 当时支持比特币的是一些 叫极客啊 都是很讲技术 他们认为这东西就是唯一的啊 就跟地球上的黄金一样啊 地球上的黄金啊 虽然我们现在具体不知道有多少 但知道它是有限的啊 因为黄金呢 是在比特币之前啊 固定充当货币的啊 又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啊 货币黄金千人不是货币 货币千人黄金啊 就这个话 我老是把他倒过来说 货币的物理属性啊 他可 可以无限分割 他不腐蚀 不生锈啊 便于携带啊 然后他就从 人类啊 以物一物的时代 然后有个固定的充搬 充当冷价物的时代 贝壳呀 什么东西都当过货币 最后都集中到了啊 金银啊 这是在传统时代 数字时代 就是用数学方法 制造那么一串数据啊 百千一百万个把它 假设成黄金啊 这以这个思想为基础啊 那发展到现在 十从09年到现在12年了啊 比特币诞生12年 那数字货币呢 经过比特币啊 时代到以太坊时代 到了现在 DeFi时代啊 到DeFi时代 就是比特币呢 是整个数字货币的基石啊 就叫数字黄金 它解决了价值问题 也就是 不说解决了价值问题 它虚构 你可以叫它说 虚构了一个新的金融世界里面的 价值基础啊 啊 因为它是稀缺的不可不可再生的啊 在产生中 它用了四年减半的规则 就是越挖越少 啊 越挖越少 那么认可他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他就有一定的价值啊 这个价值是怎么产生的 是交易产生的啊 你不管是呃 那披萨饼是有一个人用两万个比特币 换了两个披萨饼啊 那比特币有价格了 后来认可他的人越来越多啊 那只是在个别爱好者之中啊 进行流通 可以当做一个科学实验啊 一个科学幻想 也可以当做一个成年人的游戏啊 什么时候他真的开始啊 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 415年啊 有些国家啊 我记得最早有日本啊 有德国啊 先后任何比特币可以进行支付啊 我们后来会说到支付是这场新型货币战争的焦点啊 焦点 比特币呢只是把这个价值标度啊 就这样货币啊 货币嘛 他标明一个价值 你说你干的活多少钱值多少钱啊 只几个比特币啊 在个储藏啊 价值尺度等等货币的基本指能 那么现在我们央行的官员只认可比特币有两个指能就是价值存储啊 就承认他是有价值 但他的价格波动过于剧烈啊 他不适合做货币啊 他不具备支付的职能 但是具备价值存储和转移的职能 这是我们国家央行的意见啊 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啊 但是我们国家央行呃 他这么一种认知呢 就决定了他采取什么的政策来对付比特币 知道吧 所以以太坊以太坊是要找智能合约啊 在智能合约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行货币了 每个人都可以发行货币了 理论上你可以发行 但有没有人用 有没有认可是内外一个话题 所以有个词叫ICO 到了17年啊 16年17年是ICO鼎盛之年 到了17年啊 我们国家人特别善于搞投机 用ICO发行大量的山寨币啊 CX币啊 空气币啊 很多人就就此报复了啊 这个就有了17年的94世界啊 94世界呢很多交易所啊 出走出走啊 那么昨天有人总结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曾经是交易所老大的 火币 火币和OK 越玩越差啊 业绩就排名在啊 让币安成为后来居上呢啊 就因为94之后呢 啊 当时94之前 币安的赵长鹏本来就是OK的技术负责人叫CTO啊 他铁了心啊 要走出去就不回来了 所以他的币安主要就是在境外啊 先是在日本 然后被日本赶跑 离不到马尔塔啊 全世界当了国际流浪汉啊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回来 而当时的呢 许明星和李玲啊 先回去了一段时间啊 出去了 后来又悄悄的溜回来 溜回来之后呢 天朝当时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直到今年啊 924啊 痛下杀手啊 直接 说他从事的是非法金融活动啊 非法金融活动 那么火币也非常配合的啊 就做出公告 要再公布了时间表 要清退中国大陆的用户啊 整个啊 数字货币 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啊 以前一直是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的啊 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的 在主流的人士里面根本就不愿意多看他一眼啊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故事最著名的无非就是狼先平啊 在广东卫视的年度的那个活动中啊 说比特币不值钱给我 我也不要啊 这个在比特币值钱的时候呢 就成了笑话 在政府打压的时候呢 就有人把他咒化重启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比特币真的不值太多钱 但是此时此刻比特币是五万七千多美元一枚啊 ICU啊 17年我们国家正式出政策 在17年之前啊 1314151617819每年都会出政策 这是17年啊 比较高调啊 当时是八个部委出来了啊 以前呢只是央行呀外管局偶尔提醒老百姓 这这个东西啊有风险不要玩 17年呢因为是ICO呢 在17年94文件中把ICO就定义为一种非法集资行为啊 非法集资行为啊 非法集资一直是我们国家打击的重点啊 他不光是啊 他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诈骗啊 非法集资也好 CX也好 更重要的呢 他从金融从经济上啊 参与者啊 但他毕竟是个经济类的案件 跟钱有关的案件而已 从政治上呢 他伤害了我们国家的立国 要基本的价值观吧啊 是什么呢 因为你ICU啊 你非法集资规模过大 他不光是个人赔钱的问题 他主要是涉重类的案件啊 涉重类的涉重类的啊 那么伤害受害人是绝大多数的话 他为什么危害了我们国的立国者 就他破坏社会稳定 或者存在对社会稳定的危害 这句话后来在519的时候已经把这话捋顺了 就叫做个人风险向社会扩散啊 个人风险向社会扩散啊 个人赔点钱是个人的事啊 向社会扩散你就破坏了祖国的稳定啊 你就不是普通的经济案件了 你随着数字货币的中国接受度越来越高 那么政府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一直到今年啊 中间隔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628啊 628 你要想在19年3月份开始 我们记得呢 从比特币那一波调整也是从3月 从17年的高减到3月份 终于走出底部了 开始慢慢的涨 涨到5月中旬的时候 但是我记得比特币刚好突破1万U啊 1万U到628 达到那波行情的高点啊 接近1万4啊 628之后就一蹶不振 一直啊 掉到2020年的3月12号是吧 中间有上过1万啊 曾经在掉到8000的时候 因为那是那一千是 19年10月24号 19年10月24号 啊 新闻联播播放了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举行第18次集体学习 学习的主题是区块链啊 就借着这一个新闻 当时比特币从8000多U 几个小时之内窜到1万多啊 过了两天之后 才发现啊 我们党讲的区块链啊 不是你们玩了数字货币啊 然后呢就慢慢的又滑落滑落 漫长的滑落过程啊 那时候明显可以感觉到市场失血啊 失血了 就大量的币动不了 大量的人也没进去啊 比特币的历史上 在普拉斯特混之前还有就是14年15年的行情啊 是跟另外一个资金盘有关啊 那叫马夫罗纪的 夫罗纪玩的那个啊 那么所以到了19年呢 人们习惯性的也认为他就是个资金盘啊 是个CX把他打击掉就完了啊 也确实啊 他在停网期间啊 漫长的时间里 B圈没有热点没有生气啊 那么圈外的人对这个圈子更是嗤之以鼻啊 不屑一顾啊 觉得那不就是玩CX资金盘吗 是吧 到了2020年啊 有个新的概念走红 就叫DeFi DeFi叫做去中心的金融啊 那比特币以太坊是只能叫去中心的货币 货币就是充当支出啊 定价价值转移这些事的 而金融是 对货币进行的商业活动啊 金融兰宝鞋的话就玩钱的啊 用钱生钱的叫金融 而去中心金融呢 直接就抛弃了银行 银行的业务就是存款贷款支付结算 对吧 这是传统的经典的业务啊 每个商业银行都在干这些事情啊 银行也是世界各国啊 属于高级职业啊 自称白领啊 在商业银行之上啊 更牛逼的叫投资银行啊 就是精灵阶层啊 所谓华尔街的精英啊 这个什么基金经理啊 对存基金啊这些啊 干这活的 结果冒出来Defi啊 Defi啊 它直接对标的就是华尔街的传统的金融业务啊 每一种业务都不需要银行参与 最传统的借贷你把你的主流币啊 这里给大家也是传递啊 介绍一种比较经典的玩法 玩币的玩法啊 就是资深老韭菜传递的经验啊 说这个币圈啊热点很多 每年都有热点啊 今年的热点是玩游戏啊 游戏比大涨几十倍 但是最终最终还是认可啊 他的思路就是我在游戏上也好 山寨币也好什么 我挣了这些币 我最终就把它换成两样 要么比特币要么以太坊 那么也再有新的项目要上来 我要我是不是要把它卖成U来玩呢 不需要啊 很简单 就把自己的主流币 比特币或以太坊抵押 或者就像我们很多人啊 做生意缺钱的时候 或者说 曾经啊 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 把房子抵押了么 那么现在就可以把比特币以太坊抵押了 它属于数字资产啊 而且属于硬通货 在什么地方抵押呢 最著名的抵押吧 叫compound 它是最早的地方 这compound呀 这种的很多啊 一般可以打个六折七折 带出来USDT呀 USDC这些币啊 然后你就可以玩其他币了 这样你发现 你有这个数字金融里面啊 虚拟货币里面都自成体系了 自成体系了啊 但是只有一个出口和入口 还是有传统世界把持者 我们说入口就是法币跟虚拟货币啊 对于全外人啊 我想玩币怎么玩啊 第一步是干嘛啊 我手里只有人民币 我没有比特币 我没有什么什么 我是不是要发生兑换呀 这个兑换怎么完成呢 最后我挣了这么多的币 我要到现实中生活 我要买房买车 很多地方不支持比特币支付啊 特别大天朝啊 你只能用人民币啊 最多夸张的 也许到明年 也许到这个冬天啊 现在在某些地区 你用的那叫数字人民币啊 法币啊 啊 这叫入口和出口 这两头啊 这两头是我们啊 在我们大天朝呢 是由央行联手了十个部位 严防死守的啊 这一次从519到10月24 明确的政策就是 这个出口入口啊 堵死的啊 把中间的过程赶跑啊 是吧 他首先不承认 虚拟货币有任何的价值啊 不支持老百姓去玩 但是啊 他不能不让你玩 因为这个确实是你的自由 晓得吧 但是他可以不给你提供通道啊 这个通道就是现在的支付网络 我们很多人啊 卖了一些币 刚收到钱啊 结果银行卡被冻结了 对不对 这就是告诉你切断这个通道 那么在中间流转的啊 你原来只是一些币啊 你可以把它当做虚拟商品 或者当收藏品 或者玩具啊 你小范围玩一玩 最后他自己里边形成生态了啊 形成生态了 那么现在更夸张啊 进入原宇宙 原宇宙是一个很遥远的哲学和科学的概念啊 但是现在很多游戏打着原宇宙的旗号 热火朝天啊 成了这个B圈啊 最热闹的去处啊 最热闹热闹到什么地步呢 到什么地步呢 啊 说出来下脚 一个月翻六倍啊 一个月翻一倍啊 十五天回本 这些口号如果在去年前年甚至十年前啊 听到这是疯子啊 就连玩资金盘的都不敢这么吹牛逼啊 对不对 曾经的神盘啊 我们说不说别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拉索可能 他在神不过是月化百分之十是吧 年化复利五五点几 对不对 那么加上多层啊多层分润啊 反例啊 显得比较夸张啊 我们PT在短暂的一年半里 有一些人就用三千五百块人民币买了五百个用 开始了自己的CX盛养 截止到六二八之前啊 我听到最夸张的啊 揣兜里面的啊 接近小目标啊 超过五千万 就落袋为安的啊 上百万的啊 以三千五百起家的 有那么几个啊 当然啊 很多人啊 被一次喝茶啊 二次喝茶 又 还回去一些啊 更多更多的人啊 现在成了 往回头想是噩梦吧 未来想是白日梦啊 好像成了个梦啊 对吧 我们今天不白扯这个梦啊 白扯的时间太多了啊 大的背景 这对我们每个人啊 所经历的 但是为什么 一切的一切的为什么啊 就是我今天标题讲 必争恋债 虚拟货币 它是自定义的货币 听到吗 自定义的 你觉得挣钱 你觉得值钱 所谓的共识吗 而传统的法币 是国家背书的 是吧 那我们 中国人就太懂了啊 尤其你在做推广事 你要一旦推到公职员 公务员 最喜欢的问题 是合法吗 是合法吗 因为啊 虚拟货币 它真的不是法律 规定的货币 那么现在又不为 我们国家的法律所认可 那么你经历各种坎坷挫折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从世界范围内 这也是存在的啊 也是存在的 一些严肃的国家 世界上最严肃的国家 不一定是中国 我们觉得 我们建筑有时候比较严肃而已啊 美国呢 我们觉得 自由浪漫啊 其实不是 它是很严肃的 美国对比特币啊 它是在它现行的法律之下 能监管 是尽量监管的啊 其实美国的老百姓要玩弊 跟我们中国现在玩弊啊 所遇到的困难是一样多 很多项目 你点开官网直接跳出来一句话 第一 我们不向美国人提供服务 第二 不向中国大陆的居民提供服务 第三 我们不向古巴朝鲜 维内瑞拉 伊朗居民提供服务 你觉得什么 三堆人怎么放在一块了呢 第三类人是美国任命的流氓国家 美国是中国认为的流氓国家 是吧 那么中国美国怎么看中国呢 大家是互相 互相那个的啊 但他们才 都是被政经的 做项目上的排除在外的 尽管这互相都是存在 互相看不上的 但是被整个数字货币的 都是看不上的 你们别玩 你们国家不让你玩 你别玩 就这个意思 这叫必争啊 货币之争啊 我们的传统的货币之争啊 这是美元啊 面对着人民币来的小战 从我们国家来说 我们中国要崛起啊 人民币要走出去啊 美元的霸权 挥之不去 我们一定要给他干到底 把他干翻啊 这是传统的货币战争 但是现在的新型货币战争 是因为技术上产生了这种自定义的虚拟货币 他的传统金融又形成了危害 在这个战争上 他又跟传统的又交织在一起是吧 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我们中国啊 我们自然啊强大了 我们的货币肯定不能趋于美元之下 但是美元 他是利用他传统的优势 比方说传统的支付网络swift 你要在传统的网络跟他没法 没法跟他干 你在他的地盘上啊 你怎么怎么去气都传不过来 那想掐你随时把你网断了 你的钱都进出不了 你只有毒辟蹊径啊 只有毒辟蹊径 瞄准了这个叫点对点的支付系统啊 点对点的 是吧 用区块链思维来解决这个过去啊 我们不占优势的方面啊 我们货币货币 光讲货币不行 还在讲支付啊 传统时代的支付啊 就靠那个几匹马 几个勇士啊 压压这张银票啊 那叫支付啊 后来啊 再先进一点 我们说这个先进是没有诞生 现在通讯之前啊 这里附在说通讯跟货币也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传统时代没有电话电报的时候啊 起码又很慢的时候啊 怎么解决呢 还有一个办法鸽子 罗斯材尔的家族 他实际上是几个兄弟啊 那是欧洲呢 是打来打去的啊 打来打去的 那自然就有很多的商机嘛 一打仗 打仗的地方可能粮食要紧张 是吧 金银 老百姓的乱世要收集黄金 是吧 然后呢 那个房子可能就跌价是吧 然后罗斯材尔的家族的五兄弟就分别在五个国家啊 他们之间就通过鸽子传击信息啊 叫信鸽啊 写个小纸条啊 箭票寄付三个大饼 然后挖着飞过去了 老大一看我操 又给我乐喝大饼了是吧 那时候的大饼就真是饼子啊 吃的 不是我们现在讲比特币啊 那后来呢 嗯 啊科技发达之后呢 有了电话啊 有了电报 这个都是 一九几几年的啊 爱迪生同志发明了电话啊 通过无线电波传击信息了啊 然后到了四十年代 冯诺一面发明了计算机啊 那时候计算机只是用来计算的 到了八十年代有的计算机网络 有了计算机网络啊 那么银行 啊 就开始 在电脑上办公了啊 有了计算机网络之后啊 当时的电报时代就有 SWIFT 啊 SWIFT是很落后的技术啊 每一个银行都有个SWIFT编码啊 比方说中国银行 什么CNBC嘛 什么东西的啊 后面带个数字啊 就是这编码意思我传给你啊 这个钱我收到了 你把账销了吧 这干这事的啊 它是有中心的啊 它是有中心的 那么互联网时代本来应该是没有中心的 我们知道我们用的互联网最早诞生于美国军方的一个思想啊 就阿帕网啊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呢 美苏争霸啊 美苏争霸 当时大家实力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所以 这两家都想着我们被对方灭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啊 请注意高人想问题从来都是从最坏处入手的 而我们很多人想问题只想好的 结果你一点的一点小科小胖就把你灭了啊 当时美国人很实施求是的说如果苏军入侵 把我们的五角大楼炸了啊 把我们的总统灭了 把我们的这个情报中心啊干掉了 那我们不就成瞎子成笼子了吗 怎么办啊 解决方案就是搞一个去中心的网络叫互联网 当搞成发现根本没有去中心是吧 不但没有去中心 而且是 到了 我们在中国最早是95年94年上网啊 以那个为标志 以一个教授啊 发了一个电邮啊 作为中国人接入互联网的标志 当时中国有几个主干网啊有个教育网中心网还有什么网啊 是通过海底光蓝啊 跟美国的网络连接在一起的 那好了那海底光蓝一切断不就大家都别玩了吗 是吧 B块链所谓的去中心去不去中心呢 啊 就自己掘磨 不扯这么太远的问题 总而言之啊 这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时代 单纯说到B我们说啊 他变化就很快啊 昨天还流行的今天就换了个新的花样的新的玩法了 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啊 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啊 适应变化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的学习遗憾的是 我们很多人学习能力就很差啊 啊这是事实啊 有的连基本认知基本功夫都没到位啊 没到位啊 最典型的现在面临着被清退啊 也就是说火币用不成了怎么办啊 你要么就别玩了赶紧把里面的币换成人民币 现在还来得及啊 从此惊喷洗手告别币圈 这是很明智的 玩不好就不玩了 这是一个负责任态度 但是对那些痴心不改的 就是想继续玩的人怎么办 很多人这时候才发现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啊那天我那个都传成 那个笑话都传到墙外去了 我们就说啊 天天听老夫吹牛逼吹了八百多天 居然有人八百多天才问 怎么把火币的币转到钱包里 这是事实啊 不止一个人会这么问的啊 有的人学的快呀 有的人是上个月才开始在火币上才开始买币的啊 有人民币去买个以太坊 或者买一个优啊 全过程啊排给我看啊 那学习能力还是很强啊 现在已经成功的注册了谷歌 成功的啊 用上谷歌 从成功的通过谷歌用上币安的 什么用上币安的至少火币 跑步跑路跟你没关系了吧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啊 一头无水 有的人是 不认真啊 没把这当回事啊 有时候现在才开始操心 我的火币点有很多file 啊怎么转出来 一转发现很多钱包 转不成啊 是吧 火币就支持两个通道 一个叫开口 一个叫file 全包啊 支持file 这条链的钱包 目前我知道的有两个 一个就是传统的经典的 还有一个叫比特Key 你找到file 这个链啊 你任何交易所里有file 这个币 都可以转进来 因为它的基础链 救者file 啊 我说从大的啊 时代格局 刚才讲这些是各国人民都通用啊 只是在具体的国家表现不同而已 你不要以为了美国人就可以自由的玩壁了 玩不成的 FBI照样盯着你了啊 照样的啊 互相都有所防备的啊 最近很多人在学科学上网的过程中就体会的很深是吧 你比方说你你下载一个谷歌啊 中文版的你死活用不了你根本注册不了啊 哎你转到英文版了还是你啊 你中文版啥都用不了你连名字编不了 你把百家信用完他就他就说你不是适应这个的 你这些骂他祖宗他妈的你你管得着吧 搞不成啊 因为互联网在九十年代刚出来的时候 互联网是一派自由主义色彩啊 大家都觉得搞实名制就是在脱历史的后腿啊 最早搞实名制的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居然是韩国啊 是吧应该是韩国北面那个叫朝鲜的地方 结果大家都没想到韩国是九十年代末就开始在他们国家落实实名制 那么现在基本上各国的啊 美国人以前说这是侵犯什么个人自由车头弹的啊 美国人照样也要实名制的 你注注谷歌就知道了啊 要实名制的啊 注册完邮件实名认证的 要用个电话号码去接验证码的 然后你就发现你死活啊 你除了用你自己中国的电话去接验证码 你网上买的呀 杨博士给你介绍的那种虚拟的用不了 啊美国的警方也不是吃素的啊 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啊 呃在未来啊没有 没有这种不加约束让你啊 你不是被这个大国 所驱赶就是被另外一个大国所围堵 你要在这个夹缝里面找到自己能喘窃的地方 才有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 搏一搏未来啊 你要练就十八般武艺啊 非常多的啊 但是练不了武艺至少不要犯一些基础的错误啊 基础的错误每天都有啊 比方把私钥给别人了啊 顺手下一个假的钱包把币搞丢啊 你看现在钱包啊交易所啊都很负责任 你打开是吧先是风险提示啊 最近最司空见惯的就是一个短信提醒你啊 要清除大的用户了你把你避准这来安全点 一律都是假冒的啊 不要客气不要相信啊 让你升级啊 就是说交易所的官方网站 是可以信赖的 短信是不可以信赖的 打着交易所的名义给你发的短信给你打电话 一概不要相信啊 如果你还有的侥幸心理你可以把他的电话 直接提交到公安部的反诈中心去啊 不是很多人手机都安装了反诈APP吗 你把它举报了不然的话这人确实太猖狂了啊 他就仗着现在没人管你了啊 天朝已经宣布这非法金融活动了啊 你吃亏上当警察都不管 那骗子就更猖獗了啊 而且偷了你的币根本追不到的 同志们 这个预防中要经常给大家打 接到任何自称是交易所客服的 一律挂掉啊 看到这样短信删掉拉黑啊 那么今天给大家普及个新的安全尝试啊 这是昨天刚接触到的 验证码的问题啊 谷歌验证码本身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他自败了 什么呢 他招他招来 他容易招事啊 因为他不是中国的 对吧 谷歌很早以前就被中国人赶走了 十几年前 谷歌一直想到中国来啊 中国是不给你开这个门啊 至于背后的原因我们不说啊 也不方便说啊 说大家不理解 但是我们坚决拥护支持我们中国政府的决定 他有些呃 就是说他谷歌是很庞大的啊 除了谷歌这个搜索谷歌地图 谷歌邮箱之外啊 谷歌验证器啊 谷歌验证器呢 现在用途很广 用途很广 很多玩币的APP都是 就把谷歌验证器作为一个安全措施啊 安全措施 但是很多人使用不断给自己带来不安全 这个不安全不是你的被被被丢了 而是你亲手把它放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你碰不着了永远永远碰不着了 啊 具体说是啥回事呢啊 真装谷歌验证器啊 非常简单的啊 非常简单的 首先你要下载一个谷歌验证器的APP啊 APP 然后呢你 你你要用的APP 比方说是火币交易所呀 币安交易所 他会给你一个码是吧 你把这个码复制粘贴 打开谷歌验证器 他两种手段嘛 一个是把这个码放进去 二一个是扫他那给你的二维码啊 一般你两个手机才需要扫二嘛 因为把那个手指一点 把那个 对方平台给你的码 贴到谷歌验证器里面 那么谷歌验证器就每隔 三秒钟或者一段时间 你可以设定这个间隔 给你变一个数字的动态验证码 对吧 这叫第二二重认证码是吧 我们用在交易所啊 一般都是二重的 以前我们边有火币 一箱收个验证码 然后再用手机收个验证码 手机验证码 但是我们天朝出这个政策之后 有很多APP担心啊 有朝一日啊 我们电信管理部门 会把这些给你发验证码的就屏蔽掉了 你用手机的收到验证码怎么办呢 啊 那就说 做了个备胎 叫谷歌验证码 但是你万万没想到谷歌验证码本身是被我们天朝限制使用的 那么这时候就人就产生了书 昨天这位同志怎么回事 他不但是不知道这条没有做任何的防范措施 而且居然是通过微信去上了谷歌验证码 我觉得这是一种绝对不能犯的白痴级的错误 为什么 微信是干什么的 微信和谷歌本来就是冤家 微信是巴布的整个互联网就是他的 你在微信里上不了淘宝 上不了抖音 你居然上了谷歌 啊 是吧 你微信就会让你随便上吗 这位同志就是用微信上了谷歌验证码 结果让微信就把他的谷歌验证码黑掉了 他的谷歌验证码就用不了了 那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你用的这个交易所已经绑定了谷歌验证码 而微信把你谷歌验证码黑掉了 意味着你永远上不了这个交易所了 你如果里面有病你就提不出来 你进都进不去了 他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就你在绑定谷歌验证码的时候 啊你在绑定谷歌验证码 谷歌验证码是个 就是说我们是他们第三方啊 你是从一个平台上 比方你在某个交易所你要注册 你在注册这个交易所 进行谷歌验证所 这个交易所会给你一个码 你把这个码贴到谷歌验证器里面啊 他就形成了定期给你发验证码 他要求谷歌验证的时候你就一打开就有了啊 随后他还会啊 这个平台会给你一串 叫恢复码 这个就跟私钥一样啊 虽然没有私钥那么重要 但你要保管好啊 你把它复制 复制到文档里面 存到电脑存到U盘里面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碰到意外了 比方说你的谷歌验证码 被微信给你废了啊 不哪天不给微信费 你被华为手机费也是大概率的 是不是你现在手机上装了 谷歌验证码是不是华为手机会提醒你那是风险软件 要求你卸载是不是啊 好你不卸载是不是 卸载的后果啊 前两天给大家讲了个 都觉得没感觉是不是啊 某地某 群友 下载了一个比特级钱包 随后就接到派出所电话 要求他卸载删除 是吧 你卸载删除之后你就 警察过不过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把那个B提提出来啊 结果你一发现 卧槽谷歌验证码被他删掉了 我再上不去了 对吧 这时候就是你要不谷歌验证 你再下载一个 你再把这个码子放进去 要恢复码 又恢复好 你又可以继续用了 但是你恢复码如果不备份的话 你是不是亲手把自己的资产扔到 扔到一个啊 描述不来的 那也叫元宇宙吧 好吧 时间比较长啊 扯完 空的 讲讲具体的啊 那么比较完美啊 就此打住啊 最后还是祝各位 心情愉快啊 谢谢